指給我看 他在哪裡死掉 你指給我看 在哪裡 救護人員接獲通報 全副武裝打開房門 卻看見房間內空無一人 氣得大聲質問男子 整個花蓮兩樣抬救護車 搞什麼東西 五個人在這裡 這起民眾惡搞警消的事件 發生在28號下午 一名男子和女網友 在一間旅館內飲酒作樂 但是女網友離開後 男子疑似喝醉酒 竟然撥打119通報警察 謊到有兩人在房間內 失去呼吸心跳 警消貨爆後不敢大意 消防隊出動兩車5人 其中包含經過專業搶救 訓練的高級救護員 以及4位專職救護人員 警方也出動5名警力到現場 沒想到房門一開 房間內居然空無一人 讓幾消人員全傻眼 沒想到這時 男子又改口說 死者在其他房間 你現在幹嘛 據了解救護人員會這麼火大 是因為事發當下 轄區內還有其他救護案件 只能請距離較遠的分隊支援 增填困擾 警方在釐清事件原尾後 將這名胡言亂語的酒醉男 移送罰辦 那今天跟這個房客 詳細詢問之後 他坦承有謊暴情形 全難依社會資訊文法 將其移送地方法院裁定 男子喝醉酒 一時興起惡意謊暴 浪費社會資源的行為 實在惡劣 記者劉己嬌張志仁 華聯報道 答案 自己的 cash 解錄 如果這件事就說 我們終於中途中 準備後 決定 對 組白 選票 選票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